我们要成立一个长照保险局 不会因为你雇了外籍看护工 就把你取消服务 推出长照保险以长期避险的方式 让老年人能获得稳定的照顾 毕竟根据国发会的统计 台湾即将在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 届时超过65岁以上人口 将占总人口的20% 长照议题成为蓝绿白三党发挥的空间 现阶段我们靠补贴的方式 靠烟绢 靠遗产税 这些的税收来源是不稳定的 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我们要如何因应快速老化的现状 以及急需要这个经费资金的投注 所以才会说为什么现在是长照炸弹 因为等于我们每天都在倒数 面对现在就是说经费不足 我们用补贴的方式 但是我们同时间又面对急速老化 所以它会像是走钢索一样 因此我们提出的长照政策 永续长照有国家照 希望可以完善措施健全裁员 我们主张开办长照保险 来建立稳定的财务基础 蓝白一致认为目前长照经费不稳是大问题 台湾长照经费只占GDP百分之零点二六 远远落后于国际 像是邻近的日本占百分之二 也在两千年开办长照保险 而南韩则在最近两年激起直追 目前长照支出占GDP百分之一点一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也发现 高达八成七民众对未来感到担忧 而有八成支持者希望开办长照保险 第一个长照保险局我们会设立 然后用保险的制度 用公民部分负担的制度 让长照更加的健全 第二个就是说住宿型的长照机构 要增加补贴 第三个就是相关的这些外劳的补助 我们也要一并的来纳入 那我想这才是比较一个健全 甚至是长远的长照的一个计划 台湾不昏不生的人数增加 未来也只有一成的民众自认被妥长照费用 另外有三成的民众则期待 下一代能负担照顾责任 我们会全面实施住院全责照顾 也就是看护有医院同聘 希望可以减轻家属的负担 那在支持照顾者的部分 扩大长期照顾与高龄养护特别扣除额 从12万元上升到18万元 年满85岁也是可以适用的 而民进党的做法则是持续增加经费 推动长照3.0补足服务甚至扩大 包含住宿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 从原先的每年最高6万元提升到12万元 未来则要扩大到18万元 并且新增居家或社区的晚间到宅照顾 以及建立24小时的重度失能者支持服务 确实也是家总所看到的台湾问题 像是失能等级在7级以上 或是经由评估家庭无力照顾者 希望政府补助3万元或3万6千元费用 而且不限居家照顾 83万的需求人口中 大概有四分之一使用的是 聘雇外籍看护工的选项 但外籍看护工也不是机器人 他们也需要休息 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现在的 长照2.0的规定当中 这样的已经聘外劳家庭 是不能使用居家服务或日间照顾 这种替代照顾的服务 所以导致所有的压力也可能会完全落在 这样的一个单一的外籍看护工身上 现在的长照基金 可能会为未来的长照政策 边临破产的问题 会导致台湾的债务持续增加 所以他们希望透过像长照保险方式 不要让这财务继续增加 而相较而言民进党因为他像是执政党 他们在建立所谓的长照1.0 2.0的政策之上 他们希望推出长照3.0 让民众直接有感 那什么样直接有感就直接加码 加码的结果 台湾在长照经费上 是否就能解套 又或许长照保险 才是台湾长期该走的路 毕竟目前三党都已经预见 台湾的老化状况 未来该如何接触社会 不只是民众关心的重点 也是政府棘手的问题 TVBS新闻 何将是单词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